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盛世想念 大家玩SDXL 1.0模型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吧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使用这个模型的一些小技巧 如果大家还没有下过这个SDXL模型的 可以到Stability AI这个模型仓库里边去下载 比如说这里的1.0模型,0.9模型都可以下载 还有它相对应的微页,下载方式我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先点到这个Base 1.0模型里边去看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它的生成的一个原理 它是一个双模型进行运行的 就是你先输入提示词 然后通过这个Base模型来生成所需输出大小的潜在变量 然后呢再通过这个高分辨率模型 也就是这个Refine的模型 最终再输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图片 就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1.0模型比0.9模型的大小要小很多 你可以看一下 原来的这个大小它是接近13个G的 0.9模型 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是一半了 就是6.94将近7个G的一个大小 就是要小很多 那么下载方式我就不给大家去多说了 然后你下载好的大模型同样都是放到这个 WebUI目录里边 然后找到Models这个文件夹点进去 然后找到StableDiffusion这个文件点进去 把我们下载好的这个Base模型 以及Refine的模型 这两个模型放到这里边来就可以了 放好了之后 就跟我们之前的大模型是一样的 它的一个V1页 我们同样回到这个Models这个文件夹里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V1页 你把V1放到这里边来就行了 就是一样的使用 然后好了之后我们回到WebUI根目录 就这边来往下滑 然后你找到Webuiuser.bat这个文件 鼠标右接 选择编辑 就是这个编辑进来 如果你想使用SDXL模型 那你就要加这个LowHalfVE这行命令 建议是启用这个Xformers的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一般 比如说像我的30708G的一个显存 如果我要去使用SDXL模型 那跑起来就非常的慢 可能跑一张1024x1024的图 要五六分钟的样子 就时间比较久 那如果你想你的时间比较短一点 就是跑图的速度快一点 可以加入这个命令 这些我都会分享到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 然后好了之后你点这个文件 点击这里保存 保存好了之后就可以关掉 关掉之后我们再双击这个webuiuser.bat 去启动我们的webui 因为我这边已经启动过了 我就不再去启动了 这个是我们在automatic1111里边去使用SDXL模型 如果你使用的秋叶大老的整合包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我们来到它的一个根目录里边 我们往下滑 找到它的启动器 然后进入这个页面之后 你首先要去更新你的版本 就是这里有个版本管理 要使用SDXL模型 那你的一个版本必须是1.5.0以上的一个版本 就是这个 它是1.5.1 你直接点这里更新就可以了 因为进来之后这里就是本体 你直接一键更新 它就会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 然后这里的扩展点这里的扩展 也要更新到最新 不然会出现很多的一些报错 然后你这里一键更新就可以了 然后除了这个 你还要去点击这里的高级选项 然后你这里就可以看到你的显卡 我是3070 8G的一个显卡 如果你是8G以下的 那你就要去调这里 就是这里 我就是要选择中等显存 如果你是40系的一个显卡 那你可以选择上边的 这里注意一下 然后在下边 就是这个地方 它的优化方案这里 我们还是建议尝试使用Xformers的 就这里默认 然后它这个计算精度的一个设置 我们要点开它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关掉这个V1 它的模型半精度优化 就是关掉它 它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no half V1 就是内行命令了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关掉 其他的就可以不用设置 再点击这里一键启动 然后点击这个一键启动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就为了省时间 我就不去启动了 然后我们来到就是这个页面 Stable Diffusion这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的模型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V1 对吧 可以去加载也可以不加载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输入弯根了 然后很简单的一些词 然后这里我们就默认吧 然后这个地方要改成1024 乘以1024 就是这个要大尺度的小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根据自己需求来嘛 比如说我们点这里生成 好生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生成的这张图片 那正常我们是用这个Base模型 生成这样的一个图片之后 然后发送到独身图 然后我们在这里去切换 就是这个Refine的模型 这里切换需要一定的时间 然后下边 然后下边就是这些地方我就不更改了 然后这个重绘幅度 如果你想图片它的一个变化小一点 那你这个重绘幅度就低一些 比如说我就0.3 然后其他我也不变 好了之后我们再次点击生成 好这边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两张图 这边会多很多的一些细节在里边 就是这里都可以对比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使用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去切换 这个模型 在SD里边的话 它会有一点慢 而且不要花时间 所以现在它有一个插件 就是这样一个插件 就是这个Refine这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的话 就跟正常的插件是一样去下载 我们点这里的扩载 可用加载字 我因为是演示 所以我这个地方要取消这个勾选 如果大家第一次下载 这个地方就不用管 再搜索这里 去搜索这个Refine这个 就是这个插件 然后你搜到了之后 点后边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好了之后 它这个地方会显示 就是安装的一个地址 好了之后 你点这里已安装 应用并重启 就可以使用这个插件了 就是这里的这个插件 它是怎么去使用 就是我们在这里 就是切换回这个Base模型 然后我们使用同样的一个提示词 这里我们随机种子吧 就是随机 然后我们再点这个Refine 就是这个插件 勾选它 然后好了之后 模型我们直接选择上边的 这里的Refine这个模型 选好了之后 这里是采样迭代步数 可以给小一点 这个采样迭代步数越大 它的细节也就越多 那我这里就给是吧 就是它默认的这个 然后我们再次点击生存 好生存的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Base模型 然后加上这个Refine这个插件 去生存图片 就不用再去频繁的去切换这个模型了 这切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除了这个现在的SDXL模型 它是可以使用Laura了 就是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 它使用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Refine这个插件 先不起用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去加入一些Laura 当然像Embedding 它同样还是不能使用 比如说我就使用这个 恶魔天使的这个Laura 它现在是可以使用一些 相对应的Laura了 然后这些我们改一下这个尺寸吧 改成768×1024 其他的我们就不变吧 然后我们点这里生存 然后生存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是我们使用Laura 当然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SDXL模型呢 它是可以直接单独使用这个Refine这个模型的 但是一旦是切换了Refine这个模型之后 下边的这里就不能加Laura了 一旦加了Laura之后 就是它会报错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点这里生存 你可以看一下它会报错 这里 所以说如果我们使用这个Refine这个模型 它是不能加Laura的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这个Base模型 然后呢 我们下边在这里 我们去启用这个Refine的插件 去启用它 在这里我们是可以去使用Laura的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好 这里等着切换 好 好了之后我们再次点击生存 好 生存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生存的不好看 因为我这里的提示词写的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使用SDXL1.0模型 我们是可以使用这个Laura 然后加上下边的这个Refine的这个插件 它是可以去生存图片的 这里需要去注意一下 除了这个SDXL1.0模型之外 我们还有基于这个模型生成的其他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像这个 GeneShopper 它是SDXL1.0模型 就是基于这个去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 我们可以去使用的 比如说像我这里已经下过了 我们是可以去使用这个模型的 我们把提示词这些复制一下 然后好了之后 我们下边这里先不启用 把这个太化时间了 我们点生存 然后生存的你可以看一下 生存的图片画质非常的好 效果也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基于SDXL1.0模型去训练的大模型 就是这个 那么它的下载我们可以去C站上边 比如说像这些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筛选 这个我们可以筛选SDXL1.0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相对应的LORA 以及它的大模型 大家都可以在这儿去下载 除此之外 大家还可以去这个LibLibAI这里边来 这个地址也没啥说的 就是这个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筛选 就是这里的模型SDXL 它是可以去筛选的 以及它相对应的LORA 以及它的大模型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这个网站的话 它是可以在线去使用StableDiffusion的 就是你点这个 你要去登录一下才能进去 它的这个界面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那些都有 就是它的大模型 唯一提示词这边都有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以及这边 当然它的那个Refender那个插件 它是在这儿去勾选的 它是可以在直接在这儿去勾选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采样部署 它把重归幅度也弄到这边来了 大家可以下来去看一看 这些我就不用说了 然后以及它这里生成图片 免费的话它是每天生成300张 这个注意一下 就是这里 然后这个我就不多说 大家可以下来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相对应的大模型 以及LORA 然后除了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像我们之前 进入这个ClipJob这里边 然后我们不是可以去体验 SDXL模型吗 它现在是可以体验1.0模型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 可以去选择它不同的一些风格 是直接选 而且很简单的词就可以生成 就是比较漂亮的一些图片 当然这里是尺寸呀 反向提示词 大家可以下来去试一试 但这些风格到了SD这个界面之后 我们就没办法去选择这些风格了 那怎么办 那有大佬去帮我们去整理好了 就是这个地址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个大佬已经跟我们去 就是整理好了这些风格 该怎么去调用 我们可以在这里 就是这个人的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复制一下 复制好了之后 他也说了 就是你使用Automatic 1111 那你就放到这个里边来 就是这里 然后我们先到WebUI根目录这边来 然后找到这个文件 就是找到这个Stales.csv 这个它是一个Excel表格 当然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就新建 就是你鼠标右接新建 然后文本文档 你新建了之后 你建一个这个 就是Stales.csv 就是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就已经有了 好了之后 你鼠标右接 然后你在这里打开方式 你不要直接用Excel表格打开 然后你直接是用 比如说像记事本啊 像这些打开 打开之后 你首先要去输入这个抬头 就是这里 Name Prompt 然后反向提示词 就是这个必须要去输入 当然我也会放到我的 这个视频的说明栏里 你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好了之后 你再把刚刚的 就是复制的这个风格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复制好了之后 你在Counter加S进行保存 这里保存好了 你可以把它插掉 插掉了之后 我们可以回到 就是这个页面 当然的话 如果你在这里 就是这个模板风格没有 那你就要去重新启动一下 就是整个你把你的后台 这里关掉 关掉了之后 重新启动为Boi 然后在这个模板风格 这里就有了 就是非常多的一些风格 比如说像我这里都 我刷新一下吧 好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模型 先切换到这个Base 1.0模型 然后呢 这里提示词 我就写个很简单的提示词 比如说Cute Cat 就是一个可爱的猫 就非常简单的一个提示词 其他我们先不动 我们这里模板风格 点这个地方 就是非常多的风格 就是我们刚保存的 然后比如说 我们选择第二个 这个Elimo这个 然后选好了 之后下边 然后我们调一下 1024x1024 然后这个我们就30步吧 其他我们就默认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生成 然后生成了 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可以生成 很不错的一些图片了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 不停的去切换风格 就是这里 你也可以新加一些风格 当然你想看到这些风格 它的提示词 你就点击这个地方 它就可以把它 相对应的提示词 就是输入到这里来了 然后其他的风格 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 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